打破垄断,再打破垄断 2024年,中国高端LNG船再次实现逆袭 这一年11月,中国首艘新型大型LNG船 L10LILA交付使用 这艘大型LNG船 抢用更加先进的第三代博摩式维护系统 它的诞生打破了韩国等国外传奇的垄断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建造航母 大型邮轮和LNG船的国家 但是在这三大工业明珠上 中国刚刚实现突破 还处于大而不强的局面 比如还没有核动力航母 大型邮轮的设计以及各种被垄断的专利技术等等 都需要我们继续突破 而这次交付的新型大型LNG运输船就不一样了 打破了中国LNG船高端步行的影响 以往高端LNG船一直由韩国等国外传奇主导 这次实现了突破 那么中国将向高端LNG船发起挑战 要知道,一艘LNG船单单系统就高达上百个 这些系统拥有超过500万的零部件 产业链非常长 因此它能创造很多工作岗位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韩国造船业已经退守到高端领域 一旦中国冲击高端LNG船 那么韩国的船舶产业链将会受到新一波冲击 这次新型LNG船中最难的部分就是一个叫 夜舱维护系统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保温屏里面的内带 就是用来存储液化天然气 因此LNG船也被称为海上超级冷酷 目前有两种主要的技术路线 一种就是咱们常说的 采用英瓦钢的N096构型的夜舱 英瓦钢其实就是不变形钢 还有一种波纹钢构型的Mk3夜舱 这两种构型里最难的就是材料 首先你得耐得住低温 常规的金属遇到超低温就变脆弱 一旦遭遇冲击就容易锻炼 因此需要特殊金属才行 其次还要有防止液化天然气 蒸发和抗冲击的能力 防蒸发很容易理解 就是不让天然气蒸发 减少路上损失 抗冲击主要是海上颠簸 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在夜舱里面会晃动 如果不能高强度抗冲击 那么长久积累下来 夜舱就会损坏 这导致LNG船对于材料 构型设计要求非常高 英瓦钢N096构型的设计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方形结构 主要依靠英瓦钢本身强度来满足需求 缺点是施工难度高 耐冲击力差一点 属于常规船型 而中国制造水平 恰恰可以满足苛刻的施工要求 因此早在2008年 中国就造出了英瓦钢LNG船 而波纹钢的Mk3构型更复杂 但是优点是施工简单 抗冲击和防征发墙 在高端LNG船里用的最多 当然建造难度和环境要求也更大 中国造船厂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其中最难搞的就是次壁类 极其复杂 加南造船厂想了两个办法 一个是打造一个模拟舱 提供给工程师模拟实验 通过不断的试错和联系 慢慢掌握了制造工艺 还有一个是利用数字化技术 给零部件编号 通过精细的编号 足足编码了10万多件零部件 因此提高了精准度和效率 据说这个技术将推广到以后的建造中 有了这艘船 中国造船业就可以拿下更多的高端LNG订单 也就是说 中国LNG船已经很强了 但是未来还将更强